为了让生活的城市环境更加美好 台南市日本人协会理事长野奇秀南 号舟协会跟几个民间团体一起在余光岛进行淨滩的活动 台南市长黄伟哲一早也到场鼓励 这个活动今年迈入第二届 人数淨滩的范围也更大 众人一起淨滩来维护海洋环境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包垃圾袋 这是台南市日本人协会所发起净滩活动 选择台南人很爱去外地游客也常去的余光岛 由协会理事长野奇秀南 号召台南在地民间团体总共150位 一早就循着海岸跟防风林区域捡了好几包的垃圾 因为是为了防保 那我想要是那个酒烟的原地 也是都要拿干净 那然后希望是那个 其实来这里观光的朋友们 也是要一起为了防保保其干净 那所以我们爱台南的台湾的朋友们一起 今天有一关岛来打扫 现场大概有将近100多位好朋友 一起来为我们的海滩来近滩 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 他们大概6点多就到了 现在8点都已经清理干净 你看我背后这么多 清出这么多垃圾 真的谢谢他们 有这么多对城市有爱的公民团体 事实上可以让我们台南变得更好 那让我们来越洋湾变得更好 让海滩变得更好 谢谢 谢谢日本人协会 谢谢大家 今日的淨滩活动是今年第二次 不仅人数比前次更多 淨滩范围也比之前更广 既有活动 协会也要呼吁来渔光岛的游客 不要随便丢垃圾 让安平渔光岛这个热门观光景点 保持美丽风貌 记者苏英豪安平居采访报导